黄晓明和杨颖的婚姻印象起了真烦传重的情景 黄晓明的心灵初知赵薇 她的每一个女朋友都有小恋子的意思 李菲尔 秦岚和杨颖无一不是大眼睛长头发 连成员皇后赵薇都认不出吐槽黄晓明的身边太单一了 黄晓明和杨颖的初次相遇是在2009年的《影黑地杯》聚会上 都不是单身的两个越坐越近耳朵死磨 等到这人反应过来时两人早已消失不见 就这样黄晓明抛弃了李菲尔 杨颖甩掉了陈伟霆 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全世界都知道的地下链 媒体陪了他们见家长 共度春宵 护卫食物 杨颖甚至短信逼供不要的不是sexy partner 黄晓明却始终不肯给她一个名粉 直到2014年杨颖生日 黄晓明当街送了她一张三首的栏目金里 两人才正式公开恋爱 一年后那场更比电影节红卡的世纪婚礼 充满了冠名和广告植入 就连杨颖晒出的大钻戒都是品牌赞助的 这样一场充满利益的婚礼 让杨颖平利双瘦 黄晓明与我们进行霸道总裁的猛 钱赚够了地位冷了 小娇气的腰杆子也硬了 她不愿意只当一个婉婉泪清的替身 她扭露杨颖要让那个从今插着腰 骂自己的霸道总裁给她衣裙裙子 网友们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是什么让杰克松了大半辈子的黄晓明 突然霸道不起来了呢 中年油腻的黄晓明不仅遇上了事业危机 更摊上了人生的危机 去年黄晓明卷入18亿股票敲纵啊 敲纵的股票就是涉嫌造假疫苗的产生生物 虽然这件事被黄晓明工作室严慈否认 但她仍然陷入了这场舆论和公关的混战之中 历时黄晓明为了脱身 把财产转移到了杨颖名下 公布过后想要追回自己的财产 被杨颖拒绝的八卦成的有一次有演 原本的霸道总裁和小娇妻的玛丽苏剧本 变成了追溪火葬场的念念 难道真如成文所说 黄晓明只是把杨颖当作小燕子的替身 对她没有一点深情吗 在分跑把兄弟里 黄晓明和杨颖的互动也藏填到发后 相信这样真实的爱意 他们俩演不出来 在尖叫之夜现场的眉目传醒 分明就是藏不住的恩爱 婚后黄晓明不禁给杨颖搞流量 才资源 都是送了价值四亿的豪宅表中心 其实从中餐厅里就能看出来 黄晓明实在太大男子主义了 她只知道爱一个人要亲近所能 却忘了平等和尊重 才是感情的基础 所以她才会在镜头前说 很多人觉得baby配不上我 当年那个插着腰在停车场 行驶杨颖的小明哥 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 要卑微地跟在杨颖后面提醒子 其实杨颖想独立的心 早就招人若见 毕竟哪个有话语权的女生 愿意去居于大男子主义的压迫之下呢 黄晓明的大男子主义 早就在她的事业上就出剑端定 演戏半生霸道总裁 竟然才是黄晓明的最终归宿 一副大汉天子让她一炮而红 当时的黄晓明不仅有流量 有眼睛还又有大批牛粉 这样本来就自信暴霍的 她变得意大不可收拾 又史航的话说 就是经常露出意味深长 而又毫无意义的内笑 于是她把杨颖演成疯子 大为小宝演成智掌 中老年偶像去泡沫之下 彻底把黄晓明推到了寻常的风口浪静 口碑公化热度就上来了 尝到甜头的黄晓明 从此走上杰克苏的不归路 锦绣园里 她自创凶冬这种新型装逼形式 让黄晓明等于烂片 成为观众的开雷指南 于是黄晓明抑郁了 她就是怀疑自己 直到后来 她遇到了最会调教演员的导演 陈克星 中国和国人力热血的成东西 让观众眼前一亮 短身的高光后 她又和自己的微微 拍了一场红花雪月的事 把一部文艺变拍成了 霸道总盘爱上我 无问机动力 那个清爽到不行的陈鹏 被何以争相墨里的 游戏总盘何以臣打败了 黄晓明看一部好过 评调讲述自己的霸道总盘 这样的反复评调 消磨了大家对她的好感 并编步是海棠红雪并演员时 大家又想起了那些年 被黄晓明支配的恐惧 虽然播出后观众真相了 但她带给观众的创伤后 故意证实在是太大了 大概等什么时候 黄晓明的微笑没有肌肉记忆 她才是真正的虚优成功 那时候观众可能才会真正想起 黄晓纳的有演技的黄晓明吧 对视不对人 做有态度的刀骨专家